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中女中的林淑婷 我在2019年的夏天 参加了《迎在说话》的主播营 前两天呢我们到了DDI的大楼里面 讲师教给我们很多学习说话的技巧 然后怎么克服在台上的紧张不安 然后我觉得最受用的就是我刚刚讲的 怎么克服紧张 克服紧张呢有十大的技巧 我觉得这都是可以让我在未来可能推真面试 或者是可能以后应征工作的时候都非常的受用 不然我觉得我以前是一个在台上很紧张 然后说话都会抖没有什么自信的人 透过这两天我觉得相信我以后可以在未来 不管是什么场合都可以自信的说出我想要讲的话 然后第三天呢我们来到了TVBS的总部 我们实作了很多也参观了很多摄影棚 然后也有两个主播来为我们讲了很多说话 要怎么在台上说话然后临场的反应 我最印象深刻的是我去站在台上是做了一个计时描述 然后你要讲很在那些描述里面讲完你要讲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也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 然后也让我学到了在前两天又更不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真的很不后悔参加这个营队 相信这个营队会对我未来能够更顺利 带来更多的惊喜和收获 谢谢